它们之间有各种各样的关系 各种各样的一些相互的联系 那我们今天先来了解一下 全音与半音之间的关系 那这是一个钢琴的音节图 它是由七个白键和五个黑键组成 那我们先了解一个概念 什么是半音 相邻的两个音 相邻的两个音是半音 那大家看 刀和拽之间 或者RM1之间 它们是相邻的两个音吗 它们不是相邻的两个音 因为它们中间有一个黑键 那也就是说刀与这个黑键之间 它们才是相邻的两个音 黑键与RM1之间 它们才是相邻的两个音 那这个黑键 它就没有音吗 那我们把这个键盘平铺开 黑键盘是有音的 它唱作声刀或者降转 那这里我们扩展一件知识 就是一个声降号 那声刀我们用声号 用一个小锦号表示 降号用一个小鞋的B来表示 那也就是说刀与声刀之间 是半音 声刀与RM1之间 是半音 后面以此类推 都是这个意思 那我们还会发现 咪发和吸刀之间 它们没有黑键 也就是说 咪发和吸刀之间 它们是半音 它们中间没有黑键 那什么是权音 权音就是两个半音 两个半音 等于一个权音 刀和RM1之间 我们刚才说了 黑键之间 它们是两个半音 所以刀RM1之间 是权音关系 这个RM1之间 是权音关系 同样发和吸刀之间 也是权音关系 那这也就是说 这就是一个 十二平均率的一个概念 我们把这个 导演密发扫揽吸刀 这组音阶 平均分成十二份 每一份是半音 那整个自然大教里面的 音的关系呢 就是全全半 全全全半 那这个关系呢 大家也一定要记住 因为后面呢 经常回应到 这种这个关系 大家只要记住 这个音阶里面 密发和吸刀 是半音就可以了 其他全是权音 或者是直接记数字 三四和一七之间 只要出现三四一七 就是半音 其他就是权音 可以这么记 那掌握了这个 规律之后呢 掌握全音和半音之间的关系之后 我们就掌握了一个技巧 什么技巧呢 就是给你吉他上的任意一个音 你就能推算出 这个纸板上的其他的所有音 因为我们吉他是一个半音乐器 相邻的两个品 是半音关系 就是说相邻的两个品 他们是半音 那随便给你一个一线三品 比如说只给你这个音 这是骚 你怎么推算呢 骚后面是拉 骚和拉之间是全音 因为只有密发和吸刀是半音 所以骚拉之间是全音 那么他们就隔一匹 拉和吸刀之间也是全音 隔一匹 吸刀和刀之间是半音 所以他们紧挨着 刀热之间全音 热和密之间全音 密发之间又到了半音 他们紧挨着 发和骚之间全音 对吧 你看纸板上热和密之间 密发之间又是半音 全音 也又是半音 他们紧挨着 全音 全音 半音 吸刀之间又是半音 所以说给你一个音之后呢 大家就可以推算出 这个纸板上的其他音 那如果有认为 刀和密之间是全音还是半音 或者是 罗埃和拉之间是全音还是半音 那这么问 首先是这个问法是不中确的 因为他们之间并不是全音和半音的关系 他没有这么问的 应该是问 他们之间是几个全音或者是半音 因为他们之间是音程的关系 是音程 那什么是音程呢 那什么是音程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